好的,那我们这个第14.3 我们讲到这一边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一边再继续 上一个小 上一个星期呢 我们是有讲解到说 这个 直线要怎样画 对不对 直线 进来了 OK,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直线怎样画 那我们接下去14.3呢 我们就要讲了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组 我们二元一次 在之前已经学过了那个 用方程式的解法 对吗 有加减效缘 有这个代入法 那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要教你们怎样画 那个用图 用图解的方式 好,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译 以图解法来解二元一次方程组 那很多学生就会担心了 我们考试会不会说要规定大家用什么方法 如果是同考来讲的话呢 其实是没有规定说用图解法 而且呢 不知道是图 那个graph呢 比较贵一点 所以我们一般上来讲呢 那个graph paper呢 我们都会留给另外一题比较重要的题 所以这个呢 其实很少会出这个图解法 不过我们要教大家呢 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哦,它在图里面呢 是怎样的形式 然后呢 为什么会有得到解 然后如果以图解的方式 如果万一有一天 你真的是找到 找来找去找不到 你这个方法呢 可能可以作为一个 一个就是最后 没有办法之下的一个办法 来找 所以 但是我很难讲了 所以可能 校内考试可能也会出 不过一般来讲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图解法 有点耗时 所以学校的 学校好像也是很少出 这个题 只是比较说 以一个 学术上 跟大家讲解 说这个图来讲呢 是怎样画的 所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所以 一般来讲呢 我们二元一次呢 我们每次跟学生讲 二元 如果你有两个位置数的话 你就不需要有两个方程式 你才可以解到 如果你有三个位置数的话 你就要三个方程式 所以在这一边来讲呢 二元一次方程式呢 它是会有两个方程式 一个方程式代表一个直线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第一个 我画成一个表 当然我们之前有学过了 因为它是直线的关系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呢 我们画两个点 大概就可以画出这个直线来 这一边它放了零 X等于零 OK 你带X等于零进去的话 Y呢 很容易算出来是负一 我的做法呢 是Y再放零 然后X呢 就会算到一 在这一边呢 它是放X等于三 三减一等于二 就也是会有两个点了 OK 另外一个方程式呢 第二呢 就是 它把这个2X拉过去对面 因为它要得到Y等于多少多少X 其实第一个呢 它也是把Y拉过去对面 把Y拉过去左边 然后变成X减一 同样的做法 把这个负2X拉过去对面 变成负2X再减一 一样的它先带X等于零 零的话呢 就会得到负一 也是得到有负一 然后呢 它再带2呢 就会得到224负4 减一得到负5 OK 然后呢 再把这两个点呢 Block在这个 把这两个点是零负一 零负一在这里一个点 然后呢 三二 三二在这里 然后再把这两个点呢 连接起来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两零负一好像一样的 所以其实在这边的已经 你大概已经知道了 零负一应该就会是它的结 然后因为在这一边 零负一有 这里也是有同样的点 不过没关系 我们一样的话 零负一 还有二负五 二负五 再把它连接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两条直线呢 基本上呢 它就会有 如果这两条直线 它的斜率 斜率 斜率你们学了 就是说它的这个 这个倾斜度 我们叫它倾斜度 其实是叫斜率 如果它斜率是不一样的话呢 一般来讲呢 它都会有一个 一个一个焦点 一个焦点 所以如果是有平 如果是平行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平行线 没有焦点 对不对 我们讲无限延长都好 它都没有相焦的 所以如果它是斜率 一样的情况呢 它就会得不到解 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你的方程是给它 不是很美 两个其实是平行的关系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呢 你解来解去解不到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图解呢 有好处呢 就是告诉你说 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会没有解 就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OK 我们来看一下2 立体2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3x加y等于7 然后你就会得到 y是等于-3 7-3x 它放0 x等于0 y等于7 然后这里等于0 y等于7 再带2的话呢 326 7-6就会得到1 有两个点了 再来看2号的话呢 它把4x拉过去 变-4x 然后再把3拉过去除 所以是6-4x除以3 一样的放0 x带0的话 6除以3得到2 x带3的话 432 6-12得到负6 负6除以3得到负2 再把这四个点 然后这里有四个点 把它 画在我们的 这个 坐标上 这个是叫直角坐标系 我们来看一下 07 07在这里 07 这个点 还有另外一个点 是21 21在这个点 再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呢 02呢 是在这个点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3-2 这么巧呢 3-2其实是他们两个的焦点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从图表上 你可以看得出来 3-2 也就是说 如果我在这一边呢 带3的话 3-3 9 7-9 就会得到负2 7-9 所以也是3-2 所以 OK 当然你讲说 老师我要选哪一个点 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随便选两个点 都可以 不过一般上来讲 我们会选的 可以得到整数的 很像说 这个情况 如果你带其他的值 你带2的话 你就会得到6-8 6-8会得到负2 负2除以3 这个就是一个 不是整数的情况了 你在图 你在这个图里面呢 你就会发现到 哎 好难啊 2的话呢 它会是负3分之2 所以一格就分三格 就很难化 OK 所以他尽可能说 我选的一个 两个都是整数的情况 好 来 再看一下这个立体3 一样的啦 总之他 这几个立体呢 都是一样的情形 只是 给你看不同的情况 然后这一题 一样的 从第一个方程式 我们整理出 y的话 减y拉过去 变加y了 4拉过来 变减4 所以得到y 等于2x减4 一般来讲 x带0 会是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0 就会得到负4 2的话 224 4减4 就会得到0 OK 另外一个方程是 他把负2拉过去 变加2 y 然后这个 变成加3 所以是4x加3 再除以2 再把那个2拉过来 4x加3 除以2 这边他也的确 他还是放0 然后呢 是2分之3 2分之3 其实还可以啦 1.5 1.5 虽然我是讲说 不是 不太鼓励了 尽可能说 得到一个整数 如果没有办法 其实也是可以的 一样的 不是整数 也一样的 如果带2的话 428 8加3 等于11 11除以2 得到 11除以2 就5.5 这样子啦 所以 这一边 他画出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 怎么好像都没有焦点 而且那个斜率 好像都一样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这两个是平行线来的 怎样看得出来 是平行线 你会发现到 这个如果 2乘2 等于4 负2 负1 乘2 等于负2 然后4 乘2 等于8 不是负3 跟他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常数 这一边呢 他弄到说 那个x跟y的系数 会跟对方一样 但是他的这个常数不同 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呢 就会是所谓的平行线的 这个呢 你不管怎样延长都好 你都找不到 那个焦点的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叫做五解 五解 OK 这个圆方程是组了 就是五解了 好 好那我来看一下这个 没办法了 我 有时候我会偷偷用那个 一元二次的 方式 加减消源 或者是代入法 来偷偷的解除答案来了 不过今天我 照样用他给他提供 就是说他们要求的方法 来解开这一题 OK y等于3x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式 所以第二个方程式呢 是4x-y 等于负1 这个是第二个方程式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方程式呢 好像不需要整理的嘛 就是y等于3x OK 那我 呃 画那个表的话 就是x如果放0 y好像也是0 x如果放1 呃 1乘3 好像就得到3 啊 所以这里呢 就有一个表 OK 第二个方程式呢 第二个方程式 我们再来 哎 这个是放圆圈的吧 啊没什么关系了 啊 哎 我把负y拉过去变加y 我把减1拉过来变加1 换句话呢 这里其实是4x加1 OK 4x加1 所以如果我的x带0的话 啊 4乘0等到0 0加1得到1 啊 y就会得到1 还有另外一个呢 你在随便找一个 呃 比如说 既然这里放1 我也是放1啊 414 4 4加1得到5 OK 好 可以啊 所以过后呢 我们再把它放大他 啊 在右边这边 我们画一画那个图 啊 画一个图 可以 说比如说这个是1 这是0 1 2 3 4 5 负1 负2 负3 负4 1 2 3 4 4 5 负1 负2 负3 负3 负4 负4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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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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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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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5 5 -3的位置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你的解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题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蛮吃时间的 如果要做图解的 所以一般来讲 其实我们很少会考这个图解 不过这个技巧 我们还是要教学生的 2Y等于3-X 3X加6Y等于8 所以这个是1号 这是2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的话 我如果知道等于Y等于多少 我就是3-X再除以2 所以这边我刚才所讲的 我要怎样尽可能挑 挑整数 因为它分5是2 代表我的分子 要让它可以得到一个双数 所以我3是一个奇数 我基本上如果我减一个奇数的话 就会得到这个欧数 换句话 然后我这个X呢 我就要带1,3,3,5之类的 所以你看我放1的话呢 3-1就会得到2 2除以2就会得到1 对不对 然后再放3的话 3-3就会得到0了 那这边就会得到0 所以我就不会有分数的出现了 所以要选 你要用动一下脑筋 要怎样选到一个整数的 第二题 第二题如果我先把这个3拉过去 然后再除以6 这个是除以6 8-3X除以6 8-3就是5 不行 8-6就是2 好像也不对 8-9 这个好难凑到那个整数 负1呢 负1可以哦 负1的话呢 因为它是变成加3 11哦 不是不是不是 负1不行 负2 这个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的一个题目 很难画 很难凑整数 负1负2 负3 负3是9加8 好像都不是那么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那我们就 唯有就是凑 放0 放1 然后呢 这个Y呢 就是一个分数的值 好 所以如果放0的话呢 就8除以6 8除以6呢 就会是 越减得到3分之4 也就是1又3分之1 然后3 我们写是写3分之4 不过词典呢 我们是放1又3分之1 你大概的 看它的格子呢 是1又3分之1 如果放1的话呢 就是8 减3 就会得到5 就会是6分之5 好难画 这个太难画了 不是很好画 OK 所以我们放大它 纳尺 打横 OK 上X轴 再放Y轴 打纸上在中间 OK X 1 2 3 4 5 0 1 2 5 5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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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7 1 2 2 2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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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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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Y等于0的话呢 Y等于0 Y等于0三分之5 就是2u 这两条直线好像不是很好 如果我放5的话呢 因为有时候呢 如果你讲说 这两个太靠近有点难画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会要 如果这里画到负5到5之间的话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算一下这个负5 还有5的情况 那它大的话呢 就比较看得出来 如果我放负5的话呢 就会得到加15 8加15的话呢 就会得到23 不好意思 我按下计算机啊 偷懒一下 OK 8 8加15 除以6 就会得到3.8多 3.8多 怎么感觉上好像是平行线 我再确认一下 这个拉过去 乘以 这个拉过去 乘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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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线 难怪 难怪 所以另外一个是5 如果带5的话呢 它就是8 8 减 15 再除以6 你会得到一点多 负一点多 那总会在这条线下面一点点 下多少 下差不多六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这里呢 你不管怎样画都好 怎样延长啦 啊 它都是差一点点 差个六分之一的一个一个一个感觉 OK 说这题来讲呢 最终的答案应该是无解的 这个最终的答案是无解 可以啊 所以为什么我讲说 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得到整数的啊 因为你每一个的点好像都都差六分之一 所以感觉上好像也没一枝的完美的错开那个整数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难搞的一个提醒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值对不对 好 无解 对啊 另外一个呢 这个是负1 负3 所以这个随常练习师的部分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14.3的题 就这样子结束了 所以我们来看个三题了 我们再画多这三题 1357 那我们就可以结束掉课本的部分 我们就算是讲完了 今年的课程的 其实还蛮快的 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历界题 然后我们做一下这些历界题 讲解一下 看一下这一张呢 它的历界题会出一些怎样的题型 那我们才结束掉这一张 OK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第一题图解 这个方程式的方程式 就是画-5到5之间 所以我们 不要放这么 到-8这么远 所以我们可能放个 5给他 5-8就会得到-3 那我再放个4给他 4-8就会得到-4 这两个还比较容易画 不过会不会找不到焦点 如果我画0到 我画-5到5 我是怕画不到焦点 没关系 等下再看 第二题 第二题的话 4x拉过来 5拉过去除 就会变成分模 就会得到5-4x除以5 OK 如果我的x有5的倍数的话 应该就会得到整数 所以我放0 x放0就5除以5 就会得到1 万一如果放5的话 5是20 5-20就会得到-15 -15除以3就会得到-3 所以这个就是整数 看到吗 看到一样的点 5-3 所以这里已经可以 所以这个是这么凑巧 你已经画到它的焦点了 所以这一种提醒 你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一定 你其实在你的表里面已经出现了两个焦点的一个情况了 OK 所以感觉上我好像没有画到负的那一边吧 所以我画过来 OK 画过来 所以2-4-6 这样子的8 然后呢 这个是2-10-2-10-6 这样子 5-3是这个位置 还有4-4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以此类推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指线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 OK 第一个方程 另外一个方程 如果我用绿色的话 01 01在这里 另外一个是5-3 就是这个位置 虽然中间我不知道是怎样 好像45度吗 哎呀 好像不是 不是45度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我有这两个点 我就可以这样子画 反正这个已经是很 不需要担心了 因为这个焦点呢 已经是 基本上在这边已经算出来了 所以很有信心的 那个焦点呢 就会是在5-3的位置 OK 它的解呢 就会是5-3 可以吗 啊 这一题 OK 这是第一题的 解 OK 没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 第三题 第三题呢 就有5x加2y等于25 还有这个3x加4y等于15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图 第一个跟第二个方程 我们一般来讲 第一个方程 我们要整理成y的话呢 啊 就是y就会等于25-5x 再除以2 啊 再除以2 所以如果我的x 放1的话 我就会得到20-5 25-5得到20 20除以2就会得到10 有点大哦 有点大 如果我看3的话呢 3-5-15 20-15就会得到10 10除以2就会得到5 哎感觉上如果画5的话 55-25就会去到0了 啊 所以可能1 10 但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画到了 我割掉 有时候 因为算到那个数目太大了 可能在我的graph外面了 你可以偷偷插掉它了 但是其实这个点还是符合的 我割掉它是因为它可能会在我的graph以外了 10的话太远了 我可能画不到 啊 所以这个你也要注意的 你不是随便画两个点啊 10点可能一个是算到100多 难道你真的是要画到100多吗 对 所以你自己感觉到啊 我们大概只是要 大概只是要-5到5之间的一个值 好 不要太远了 OK 再来 再来看第二个方程式的话 啊 -5 呃-3拉过去 4拉过去除 我们的y呢 就会是得到15-3x 呃 再除以4 如果我的x带1的话 啊 15-3刚好是12 12可以整除4 啊 就会得到3 啊 所以1-3呢 会是它的第一 呃 那个 结 再来 再来如果是2的话 就是9 没有办法整除 0的话 也没有办法整除 那应该 1再加4 1再加4 哦 得到5 得到5吧 哦 得到5 得到15 15-15就得到0 哦 所以它50了 啊 也看得出来了 50看到吗 50就是它的解了 OK 寻理我们要画掉那个图了 图解法 啊 虽然你讲说上下 我这么巧 已经算到了同样的值了 哎 不管你也不要直接的写答案 我们寻理也要画给它 哈哈 OK 所以这个就是规矩了 哦 规矩 图解法 好 看一下 呃 感觉上好像是放正直的就好了 哦 我会画正的部分就好了 用画幅的部分了 OK 诶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有 2 4 6 按这里有 2 4 6 8 这样子 啊 10其实还可以了 10可以画到了 但是Y轴要画到10 也还比较 还要多两个 OK 好 那我们有第一个 哦 用蓝色的话 画有35这个点 还有另外一个点呢 在50哦 50 so画一下直线 一大致上是这样子 大致上 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有13 有13 有另外一个也是50 啊 所以那个直线呢 大概是这样子画 啊 啊 寻力画给他 啊 不过因为我们已经算得到了 我们已经算到了啊 50是共同的点嘛 啊 所以他的解呢 就会是50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题的解 啊 就这样 主要我们的X 我们的这个坐标呢 啊 他可以看得到 啊 那整条线的解在哪里 啊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即使是无解的 啊 你也可以啊 很 呃 比较容易 也没有比较容易 看 如果是无解的情形啊 我们是啊 看系数会比较准确一点 OK 好吧 All right so 再看第五题啦 没问题的话 第五题 3X-2Y 等于4 2Y 等于3X-6 OK 这是第一题 第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 我们第一个方程 整理一下 我把负2Y拉过去 4拉过来 再拿2拉过去除 所以等到3X-4 除以2 All right so 画表 X放0 X放0可以啊 X放0 X放0的话呢 就是负4 负4除以2 就会是得到负2 呃 X应该不能放1 我们放2的话 326 6减4 就会得到2 2除以2 就会得到1 那我们就画出来的 当然你要再算4 也可以啦 不过X呢 应该是要用双数的 双数的 然后这个第二呢 我们有Y 2拉过去除 3X-6 除以2 对吧 啊 X如果放0的话 负6除以2 得到3 负3 如果放1 好像不行 也是放2 326 6减6 得到0 所以就得到0 OK 所以这里没有 好像没有重复的点 没有重复的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画一下 OK 打横 打直 Y 放个26 这个也是26 这个也是一个福尔福斯 这里来一个福尔福斯 负6 OK 好 那第一个呢 我们有0 负2 这里 还有来一个2 1 好 所以这里是两格三格 两格三格 两格 过容 两格 三格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直线给画一画 有时候画多几个点啊 作为reference 不然的话 我刚才有讲过呢 你的点太靠近的话 其实你画的不是很美的 点太靠近哦 画不美的 OK 再来另外一个是零负3 还有一个是二零 喂 怎么好像小一个少一个 这里又少一个 哦 所以这个感觉上应该就是平行线了吧 哦 所以你再看清楚一点哦 你再看清楚一点呢 它是这个拉过去 3x-2y 看到吗 这个拉过去就等于6 这是等于4 这个是等于6 所以为什么呢 它会是一个平行线啊 因为它是一个系数一样的情况 alright 说这个不用看哪啊 就画出来是感觉上就是一个平行线呢 这个最后的解呢 你再写一写就可以了 啊 再写一写误解 啊 啊 这五题呢 是误解的 OK 就这样了 OK 再看看第七题 然后再看这样第七题 我们有4x加y等于5 我们有2x加2分之1y等于7 那你会发现到这个如果我乘以2的话呢 就会得到y 这个乘以2呢 就会得到4x 这个乘以2呢 就会得到14 那你会看到 哎 好像也是4x加y嘛 啊 但是这个等于5 这个是等于14 所以这题 其实我已经有了心理的 啊 啊 已经有一个心理的 的的的的的一个准备了啊 心理准备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无解的情况 不过我们还是要画出来给他 啊 第一个方程 我们有 y等于5减4x 对不对 啊 5减4x 所以啊 x y 随便带两个字 如果x带0的话 y就会等于5 如果x带1的话 呃 y就会等于1 OK 另外一个呢 呃 另外一个方程 第二个方程 你发现到 如果乘以2 再把 这个拉过去 就会得到 y等于14减4x 啊 如果x带0 呃 y就会等于14 有点大 如果放1 1也会是得到10 好像也是还是很大 如果放2 428 啊 14减8 就得到6 还可以 然后呢 再放一个3的话呢 呃 432 14减12呢 就会得到2 啊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 啊 这样子 这两个 OK 那再来画一下啊 他的十字架 你给在这里 大概是这样 这个也大概换一下 在这里 随便换一下 OK 呃 太远了 16 再来 呃 16 再来 辅2 辅4 再来辅2 辅4 OK 我们有01 呃 05对吧 05 啊 05 是这个点 05 还有这个 11 好 那你延续下去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小格 向下两个 一个小格 向下两个 一个小学生哥两个 啊 这样子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OK 画到直线 再来另外一个呢 呃 再来一个二三 对啊 二三 还有另外一个是 三 二 哎 哎 不不不 二三 不是 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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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是三 三 二 三 我画错了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我看错了 啊 这个写率不对 05 在这 11 在这 OK 所以是一格走四格 一格走四格 啊 大概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直线画错了 如果我画不到平行线 我就觉得奇怪 啊 这个是这样子的 是 另外一个在哪里 另外一个呢 是 啊 二六 啊 二六在这啊 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三二三二在这里 所以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到那个写率一样的啊 写率一样的 平行拉过去就可以了 平行拉过去 OK 所以这一期啊 直接的可以看得出来是误解了啊 误解 因为他们是平行线的 因为这里是Y 这里也是负四 啊 Y负四 它系数一样只是那个 一个是五 一个是十四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平行线的啊 就无解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七期的 的做法 OK 那总复习题 我们就留着了啊 可能呢 词典呢 考试的考试前呢 再让你们做一下 啊 那我们今天 啊 还有这一份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诶 诶 刚才这里我没有检查下答案 咯 我们来看一下 检查下答案 好吧 对 我们检查下答案 三点 14点 三啊 这个是无解 啊 这是无解 第五题也是无解 啊 然后第三题是五零 第一题呢 是五福山 五福山 OK 所以课本的部分呢 我们就结束了 那我们进入这个历届题 我们看一下 OK 第一题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Y等于 呃 2X 减3 然后交于这个Y轴 哎 我有交过那个 写率 吗 呃 我稍微的讲一下啦 那Y 直线方程呢 其实是叫做 Y等于MX加C 然后呢 这个M呢 就是称为写率 我不晓得是可能迟一些 还会再交 还是怎样 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啊 先直接的 啊 现在我们已经讲解了 一个直线方程是怎样的 那我们就直接的 呃 讲解一下 啊 要怎样看这个直线方程 Y等于MX加C 你可以调整的啊 反正你给我的方程式呢 不是这个情况 啊 它是 MX AX加BY加C 也好 我们可以自己的 呃 搬动那个 方程嘛 对不对 像刚才这样子 好 你给我不管怎样的情形 我也是可以把它搬成 Y等于MX加C 这个format 然后呢 X的前面的系数呢 我们就称为写率 这个写率呢 如果是正的话呢 它是往上 啊 就是这样子打斜的 如果是负的话呢 它就会往下 啊 这样子的情况了 那这个C呢 我们叫做Y结局 啊 什么意思呢 Y结局 有没有 P Y结局 Y结局呢 就是说 它在Y轴上的 Cutting Point All right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个点呢 叫C 如果它是在Positive 它可能就是在 呃 这个 这个圆点的上面 Cutting 哦 如果它是负的话呢 它可能是在下面这边Cut 哦 如果它写率是负的话 它可能是这样子 哦 等等的情况了 哦 所以这个 呃 前面的M 代表了它的写率 后面的这个C 代表了它的这个Y轴的Cutting Point OK OK 所以大概呢 是这样子来看啊 所以如果我给你Y等于2X减3 啊 然后呢 它又画了一个Graph 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况 Y等于2X减3 啊 换句话呢 B的这个点呢 我们可以直接的看得出来 B的点应该是等于-3的 OK 那A的点怎样办啊 A的点很容易嘛 X轴上呢 Y就会等于0 你可以Y放0的时候呢 2X就会是等于3啊 对不对 这样X就会是等于2分之3 也就是说这个是等于1.5 好 这个长度是1.5 这个长度是3 那它问我呢 X轴Y轴还有这条线呢 呃 所围成的这个面积会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那个 三角形面积 你们学了没 小学应该学过了 初中我们词典会再教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先讲一下 我印象中好像小学已经学过了 如果我有 呃 我这里有直角 三角形的面积呢 是等于1分之1 底层高 对不对 底是1.5了 高就会是等于3了 啊 所以这一边呢 我们就这样子来乘 就可以了 OK 那1.5可以换成2分 2分之3 啊 所以呢 3 3得9 2 2得4 所以它是 呃 4分之9 换成带分数的话呢 就是2又4分之1 所以答案会是等于 OK 可以啊 哦 所以这里可能 呃 可能有一些些的呃 超出 超出你目前的范围 呃 就是初中 初一 可能还没有上到的东西 啊 不过我先 讲解一下 不过 因为现在的小学好像都学过了很多东西 啊 很像三角形面积啊 长方形面积啊 我印象中好像都学了啊 所以这个呢 啊 应该是不难的啊 OK 答案是东西 这篇又学了 OK 所以呢 这个我们猜一下了啊 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 接下去还有怎样的题目 如果以致 3 k 它会经过这个2x加y 等于7 啊 这一条线上的话 请问k是什么 那其实很简 这题很简单 我们把x呢 放3进去 我们的把y呢 放k进去 啊 那3 2得到6 6就拉过去变减6 7减6就会得到1 所以我们就算出出来 啊 答案k是等于1 boy 这种类型的题目 他们很爱出哦 还出了蛮多题 你看一下啊 1985年初啦 1987 1995 1997 2000 2001 2003 好像都是类似的题型 啊 所以 啊 第14 没有啊 那个题型不同 啊 第四题有了 啊 第五题差不多了 第二题也是差不多 啊 所以这种类型的题目 我好像也是看了好几次 啊 而且近几年来 好像也是出这种类型的题型 啊 大家简简单单 然后给你过关 这样子 OK 希望他们出这种啊 啊 就很简单了 OK 所以第一题B 再看看第三题 以至函数Y等于MX 减去4M减3 这个图形经过圆点 什么是圆点 圆点就是00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X放0 Y也放0进去的话 OK OK 当然 复我乘过去对面 呃 我就会得到4M啊 必须要等于3 M就会是等于四分之三 OK 走到了 哦 完成了 呃 咦00 M等于0 可以吗 M等于0 好像不行呗 M等于0 好像不行 所以它只有一个解而已啊 啊 为什么会有两个解 OK 可能是学生弄错而已啊 啊 一个解以四分之三 OK 第四题 以至直线M Y等于MX加C 它会通过这个P点是在负14 好 我们把它放进去 呃 Y带4 X带负1 所以就得到负M加3 我们负M拉过去 把4拉过来 3减4就会得到负1 哦 所以答案是B了 有没有很简单 很简单的啊 这就太简单了 OK 第五题 Y等于4X加C 它经过两个点 呃 12 还有P负2 当然因为它在里面还有一个位置数 所以我们要带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直接带这个P减2 你会找不到答案 你会得到两个位置数 啊 这这一边12呢 你带进去的话 它就会先找到C 然后才带后面的那个 啊 所以它是有 要这样子来分的 呃 就是我先带这个21 12 sorry Y带2 X带1 好 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呃 2减4得到负2 啦 所以C是负2 C是负2的话呢 我们再带这个P 呃 负2进去 Y带负2 X带P就会得到4P C就带这个减2 你就可以得到P是等于0 啊 因为4P等于0 啊 负2跟负2去掉 呃 4P等于0 这样P也会等于0 所以答案是C啊 OK 都很容易的啊 就只是一直带进去吧 alright 好 第六题 第六题就是我所刚才教你们的Y等于MX加C啊 如果M是正的话就代表那个写率是正的啊 就是往右的时候呢 他会往上减的话呢 你往右他就往下啊 还有的就是C来讲呢 就是他的Y结局 所以今天他告诉你 O5Y等于2X加B 这个B是小于0的 这个B要是负值 他的A 他的这个M呢 是2嘛 2本身就是正的啊 所以他的图呢 直接一看就知道D和E是错的啊 啊 就是ABC其中一个 B是Y结局 他又是在负值啊 的地方cutting 啊 就是说他的这个Y呢 是要cut在那个负值的地方 所以这里一看呢 就打 知道答案是A了 啊 所以这题就没有什么运算的一个技巧 啊 我们只知道说 哦 他是在负值的啊 这个是呃 应该是这样子 我直接放2 啊 然后呢 这个是放B 他就告诉我 哦 这个2嘛 看得出来是正 往上 哦 B啊 告诉我是小于0 是负 啊 所以他是cut在负的这个位置 还有他是往上的啊 所以对比一下这个图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答案应该是A OK 好的 第七题 两个点 A3 还有2B 哦 他是这个直线Y等于2X减3上面 啊 所以如果你分别带进去呢 你就可以找到分别找到A和B 啊 然后他就要找你啊 要你找A减B了 OK 我们先带A3进去 就会得到3等于2A减3 3拉过去就会 3加3得到6 啊 6除以2就会得到3 啊 也就是说我们算到A是3 OK OK 再来带这个2B进去 Y带B X带2 422 224减3 啊 就会得到1 所以我们的A减B呢 就会是等于3减1了 啊 答案是2 所以答案是东西 啊 不要全3啊 也不要全1啊 很多学生会全3 因为他算到A是3 也有很多学生会全1 因为他算到B是1 啊 他也 但是他要的是A减B 哦 所以是3减1 等于2 OK 哦 这个是第七 再看看第八题 我们已知道 直线Y等于AX加B 它会通过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在负27 第二个点呢 会在3负3 啊 请问这个方程式是说少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点带进 分别带进去 我们带进去一次 我们就会得到A和B 我带另外一次 也会得到A和B 各位A和B呢 就会有两个方程式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再进行连例 OK 连例方程组 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A和B是多少 再带回进去原本的方程式 就可以了 OK 很麻烦哦 听了都觉得麻烦 不过呢 这个你可以看到呢 一些比较复杂的 像说这种题型呢 你先必须要plan一下 你这样做 不然你会乱 你就不知道要怎样做 OK 所以我们先带这个 负2 7进去 我们Y带7 我们X带负2 就会得到负2A 再加B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负3负3 我们的Y带负3进来 我们的X带3 就会得到3A加B 过后呢 这里呢 就要进行连例了 对不对 我们怎样进行连例 我们用加减消远法 还记得啊 我的B是一样的系数的 所以我们要先 我们可以直接消掉B 我们用2减1 OK 负3减7 就会得到负10 OK B减B消掉 3A减2 就会得到3A加2 就会得到5A 然后呢 5再来过去 作为除法 负10除以5呢 就会得到负2 过后我们又要找A 找B了 对吗 我们随便带啊 带1也是可以 带2也可以 带1吧 带1 7 然后负2乘负2 就会得到4 再加B 所以7减3 7减4得到3 我们就知道B是3了 所以再带回进去 你的方程式 那个直线方程式呢 就会是得到 Y 等于 负2 X 再加3 OK 答案是东西 有点难度 我们圈一下 OK 所以这个 第八题呢 少许的难度 主要是它那个步骤 会比较多 带了两个点 还要进行联利方程式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的题目 之前的前面的 比较容易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九题 OK 第九题 在图中 我们的AB的方程式 是2Y 等于MX-6C 它告诉我C是正的值 OK AB分别是在X和Y轴上 请问OB的那个长度会是多少 这个其实还不是Y等于MX加C的format 它必须要把2拉过去 作为分母除掉 所以M除以2X 再减-3C 也就是说呢 这个B的 B的点其实是多少呢 其实是0-3C的 对吗 0的-3C 那如果我要只是要长度的话 如果我只是要长度的话 那个OB的长度呢 是不是3C啊 对吗 如果我只是要长度的话 我应该是只是上3C就可以了 since我的C是0 我的C是一个正的值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绝对值 然后因为C是正的值 所以我 我把这个负去掉就可以了 这题的答案比较tricky 有些学生会全C 反而是错的 OK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donkey 因为它要的是长度 OK OK 反而M其实是没有影响 然后M是不会影响 OK 好 第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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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给了你两个你看到的点 它给了你Y结句是负1 也就是说它会经过0负1的点 再来它又给了你另外一个呢 是二分之一零的啊 二分之一零 所以since它给它有经过这个其实是Y结句 所以你可以设那个直线方程呢 设成Y等于MX减1 你不要不需要去设Y 有些学生就设Y等于MX下C 带两个点进去找M跟找C 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做 不过你带0跟负1的话呢 你就可以找到C 其实是等于负1 所以我从第一个点 我就可以预知到我的这个直线方程 我直接可以设成Y等于MX减1 我们才带另外一个另外的点 我们就找M了 OK so x带1分之1 就会得到2分之M减1 就会得到0 负拉过去变真 2拉过去乘 你就会得到M是等于2 不会太快啊 所以我的直线呢 就会是等于2X减1 当然是C OK 好 没问题啊 大家看看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 我的图有AX加BY加2等于0 不过这个好像看不出什么东西来 我们比较习惯说Y等于MX下C的format 所以我们把它AX拉过去变减AX 2拉过去变减2 然后最后呢 我再把那个B拉过去 作为除法 所以是负A除以B X减去2除以B 过后呢 他有给我呢 A是大于0 B是小于0的 也就是说呢 我的这个斜率 负A除以B呢 这个是他的斜率嘛 好 A是正 B是负 负负就会得正 所以整个东西呢 应该就会得到大于0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斜率 所以他的 graph呢 应该是往上的 这个是第一个 你要分析的东西 另外一个你要分析的东西 是他的那个Y结局 负2除以B 因为B是负负 负负又会得正 整个东西又会是正 也就是说 他会cut上面的这个位置 OK 所以综合这两个资讯 我们就可以算到了 哦 他的图应该是像A的这个图了 其余的应该都没有了吧 邪律为正的 基本上是A和C 然后我要cut positive的部分 答案就是A 这题 其实他不难 但是很多学生问 这题其实是 我常常在这个 Facebook有一个 大马功课的一个平台 常常有学生问这一题 主要是因为他的 他是需要学生进行分析的 那我们学生其实是比较弱在这一点 尤其是一堆未知数 这种情形 所以这题是这样子的分析 其实如果你 然后懂得看的话 其实是他没有很难 没有很难 但是学生比较怕的是怎样的 就是因为太多负质数了 A又是大于零 你不给我一个值 你给我一个值 如果你给一个值 其实学生还会比较 比较容易想象 你给他大于零 小于零 这个他就不再会 他不懂要怎样处理 所以基本上 其实是没有很难的 你只要看到 A是正 B是负 负负就会得正 所以整个是正的 我们只需要去分析 那个M是正负 C也是正还是负 OK 好再看一下第十二题 A第十二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经过两个点 一个点是在零四 所以他的这个方程式呢 你直接可以设Y等于MX加四 另外一个点呢 是二零 所以我们再带回进去 带进去这个方程式的话 就会得到零 等于2M加四 M就会是等于 负二 所以我们的直线呢 就是Y等于负二X加四 当然是C 这题跟哪一题很类似啊 基本上跟第十题是非常 一样的手法 对吧 一样的手法 就是用了他X结局跟Y结局 两个点 来把那个方程式的解出来 OK 第十五题 第十三题跟第十一题 类似啊 不过这一边呢 好心很多了 他把那个值呢 给写出来 有数字呢 比如学生比较会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直线是 2X-5Y等于10 我们把这个-5Y拉过去 10拉过来 我做慢点啊 就会得到2X-10 然后呢 5再拉过去除 就会得到2X除以5 再减去10除以5 就会得到2 也就是说 我的斜率呢 是正的 往上的 我的这个Y结局呢 在-2 Y结局在-2 答案是B 或者中 E 我的斜率是正的 所以我的答案 就会是B了 OK 当然也有一些老师 不用这个方法 他就讲说 这个方法 你还要去 搬来搬去 分析这个M 分析这个 M跟C 这个 不过一般上来讲 我觉得这一张 因为这张的重点 在于分析M跟C 在斜率跟那个 Y结局 所以我 我一般上会 用建议这个方法 但是有一些老师 就讲说 你可以看到那个图 他给的就是 X结局跟Y结局 你也可以怎样呢 你也可以讲说 我带X等于0 X等于0的时候呢 这里就会得到 -5Y 等于10 -5拉过去呢 就Y 就等于-2 也就是说 他会经过 0-2的点 再来我带0 Y等于0 Y等于0 2X就会等于10 2拉过去除 X就会是等于5 所以他就会经过 50的这个点 你放0 -2 跟50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 答案 准准 就会是B的这个 B的这个图了 因为这个是 一个是X结局 一个是Y结局 一个是X结局 OK 所以当然这个呢 是在这一题来讲 这个方法 也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方法 OK 好 这个也是提供了 另外一种解法给你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有时候我会两个都用 就要来互相的对照一下 OK 再来另外一题 最后一题 第14题 这一题感觉上 比较像是前面的 第7题 的类型 就是把那两个点 带进去 分别找出A跟B来 最后记得要A加B 不要把那个A的值 或者B的值 就圈答案了 太开心了 OK So A-7 第一个点 另外一个点是3B 然后呢 这个直线呢 是3X加2Y等于1 我们先带A-7进来 就会得到3A-7 24 等于1 负14 拉过去就加14 1加14等于15 然后A呢 就会是等于5了 535 OK 过后呢 再带A 带X带3 就是339 加上2B 会等于1 2B就会是等于 1-9 就会等于负8 B就会是等于负4 所以我们的A加B呢 就会等于5-4 得到1 这答案是A 所以他很好心了 他没有给5 也没有给负4 在选这样里面 不过其实很多学生会 找到A很开心 就去选A 找到B又很开心 就去选B 反正5跟负4 我可以跟你讲 很多学生 会很不经意的去选 反而我觉得是这个 当然他的这个选项里面 其中一个是 有些学生可能 误算到 -5-4 答案就会是Dongki 又误算 变成5跟4 他就会得到9 或者是-5 他就会算到B 这样子的情况了 所以你会看到 这几个选项呢 老师都有想过 学生可能会怎样错 所以选择题 反而是充满陷阱的题目 很多学生会选错的 因为这个 我们的选择题 老师真的是精心设计 发现到学生会怎样错的 他就选 给了哪一些选项 第14题 我们来检查一下答案 第14题是A 没有错 第13题是B 对 第12题是C OK 很好 第11题是A 第10题是C 对 第9题Dongki 第8题Dongki 第7题Dongki 第5题D6题A 第5题A 第5题C 第4题B 第3题A 第2题A 第1题B OK 完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作答题的部分 作答题是3题 然后7题 还有5题 就结束了 今天的这一张 有应该够时间吧 好 那负 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题 这一题它给你 2-6 还有这个3-9 它落在这个Y 等于MX加C的这条线上 以持两点的坐标 带入方程 然后写出M跟C的 这个两个方程 然后以连立方程组 来解除M和C 那这个它其实给了提示 你怎样去进行 就是跟上面 其实上面那题选择题 完全提示都没有了 对吧 所以这里还蛮 这里反而还给放水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Y放负6 X带2 就会得到2M加C 这个是第一个方程 再来Y带9 X带3 OK 3M加C 这是2号 我们可以把C删掉 用2-1 OK 2-1 我们就会得到9-6 就会得到9加6 等于15 过后3M-2M 就会得到M 然后C跟C去掉 所以我们的M 就得到15了 OK 很快的 OK 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带回进去 1-6 等于15乘2 等于30 再加C 所以我们的C呢 其实是 -6 减30 得到-36 所以这个直线方程 M跟C的值 M的值是15 C的值是-36 当然我们的寻理写成 写回这个直线方程 写在这个直线的方程里面 我们是通常是这样子写 此方程为 15X减36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再来看一下第二题 一样的情形 好像做答题 好像都是一样的题目 Y等于AX加B 然后呢 经过两个点 -1 -7 还有这个2 -1 然后呢 他要你找A跟B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点给带进去 -7 等于 -A加B 这放第一个跟第二个方程 我们用2减1 就会得到 -1减-7 就是加7 7减1得到6 再来这一边呢 是2A减-1 A 就是加A 是3A来的 然后B跟B去掉 我们的A就会是等于6 除以3得到2 过后呢 我们再带回进去 1号或者是2号 1号吧 好 我们有-7 B等于负2加B B就会是等于负5了 因为 负7加2等于负5 所以我们的Y 我们的方程式是Y等于2X减5啦 找到了 过后呢 如果他的X等于负3 请问Y的值是多少 好简单啦 我们把X-3带进去 就会得到-6减5 得到-11 好 所以这个是第二题 第二小题的做法 OK 第二题 第三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要你画 5X加4Y减20等于0 还有3X-2Y-12等于0 这两条直线的图像 然后据此 这两条图形和Y轴 围成的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会是多少 所以当然因为他这里是问的是图像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一题呢 我们用了 用了这个 图解法 然后今天教了图解法 派上用场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 20拉过去 5X拉过来 然后4拉过去除 就会得到Y等于20-5X 除以4 当然我们的X呢 我们可以先带0 20-0得到20 然后你会发生到如果X带4的话呢 就是20减20啦 然后就会得到0 所以呢 另外一个呢 就会是40 OK 这是第一个方程式画出来的 第二个方程式呢 我们把2Y拉过去 然后呢 再把2拉过来变分5 3X-12 除以2 这个就是他的第二个方程 我的X 我的X如果带4的话 432 12-12就会得到0 40就会是他的那个 这个解 然后如果我再带0的话 X等于0的话 我就会得到-6 因为得到-12 除以2 得到-6 那这里画一画呢 你当然就可以 可以看到出来 来他的这个三角形是怎样的 0-6 4 OK 说他好像有正斧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画了 OK 打横 打直 2 4 6 6 要画吗 好像负那里要去到负 负 6 要翻了 所以我这里放到负 6 OK 这里是2 4 6 OK 我们先画 第一个图 05 在这里 还有一个是40 OK 所以这个是直线 画一画 我们再看下是另外一个是40还有0-2-6 40在这里0-6在这里 所以这个是你的直线 OK 那他要找的范围在哪里呢 他要找的是他讲这两条线还有Y轴所围成的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的面积我们可以套公式对不对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二分之一 它的底在哪里啊 它底从5到-6 这里的长度呢 总共一共是11 然后呢 它的高呢 是从这个4啊 高是这个4 所以我们约减一下呢 就会得到2乘11 得到22 所以这个的面积呢 一共呢 是22了 这题 我们用了画图法 来 呈现整个答案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三题的答案了 我们对一下答案了 啊 这个这两条直线啊 还有的就是呢 你要注意了 我们画了这条直线哦 我们一般来讲呢 会在这个直线的旁边呢 就写下那个直线的方程 啊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做法 啊 我是没有写到的 啊 刚才所以啊 纠正一下大家啊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标准的答案里面呢 是有给的 然后通常都会写的 然后面积是等于22 到22 所以没有错了 OK 这是正确的 OK 第三题啊 就这样 第二题呢 它的B是-5 啊 A是2 A这个写错了吧 第二小题的答案应该是-11啊 那个应该是漏写了 啊 它应该是漏写了 我帮它修改一下 这个应该是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是Y等于-11 啊 没有写到 啊 OK 在第一题呢 它的M是等于15 它的C是等于-36 OK 完美 OK 没问题 没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去的什么二次函数 跟它的图像 这个二次函数还没有学呗 啊 这个二次函数好像还没有学 呃 是哦 是哦 二次函数好像都没有学到嘛 但是我们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哈 所以呃 其实呢 整个概念呢 其实也呃 应该也没有很难 反正就是二次函数呢 它会是一个抛线 好 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讲说这条直线 这条线呢 呃 经过的点呢 就会是符合这个方程式的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给你 OY等于X平方 加BX 加C 然后呢 这里的呃 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图里面 它经过哪里 呃 哪 哪一些点是可以读得出来的 我看到的是零四 啊 我看到的是零四 还有的就是一零啊 还有四零啊 这三个点 对吧 啊 也就是说如果我放这三个点进去的话 我先把零放进去 X放零进去 Y放四 你就可以算得出来 哦 C是等于四的 对吗 啊 然后呢 如果我这 呃 再带这个一零的话 X带一 Y等于零 啊 所以我们这里也没有 呃 还没有出现呃 非常呃 跟这个二次方程式有 有 有很大的关系的 哦 因为其实二次方程式呢 呃 迟一些呢 还会教你进行那个 音试分解啦 等等的 啊 所以那些技巧都还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带点 不了 啊 所以这一张呢 其实是可以教的 啊 啊 是可以教你这个二次函数的 OK 所以一样的情况呢 第二题我们看一下 Y等于2X平方 加3X加1 它在Y轴上是在哪里 哦 我们知道Y轴啊 你要注意啊 要记得 Y轴呢 就是X等于0 X轴呢 就是Y等于0 哈 就注意这个口诀 它会掉转的 哈 注意这个口诀 所以呢 Y轴上的点呢 我们就带X等于0 我一带X等于0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Y就会是等于1 所以也就是说呢 它会经过01的这个点 交Y轴 Y轴是X等于0 X等于0 Y等于1 Y轴是X轴哦 我觉得这提出了一些些的问题 我看下答案对不对啊 第二题的答案是C 0.1 是答案对了 0.1 所以基本 我是没有看到 我一直看到A B D E的 这四个选家没有看到0.1 OK所以答案是C 没有错 OK 就是这样子吧 OK OK 这一个第三题 就有少许的难度 你可能可能呢 还需要用到 不是这一张的 那个技巧 但是如果你从图里面 带那个点进去的话呢 是可以做到啦 不过我个人是觉得 因为这题呢 是要做那个英式分解呢 你才可以从题目 直接找到为什么 很像说Y等于0的时候呢 X平方减6X加7等于0 到底X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这个呢 是必须要做英式分解 我们才可以知道 为什么呢 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其实它可以英式分解成 X-1 7 X加1 所以呢 这个X呢 就会是等于7 或者X等于-1 不过这个交叉层的 硬式分解呢 我们是在除2才上 好 所以 这一边呢 我们先 我个人是先 我是觉得先打住 不然的话 你就要每一个点去带了 就有点辛苦啊 好 所以 这一题 如果 当然我这样子做了之后 可以看得出来 答案是东西了 就是说 它是应该是-10 还有这个7 70啊 这两个点 必须要经过这两个点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还有呢 还有就是Donkey还是A呢 我们去看 X的前面的 X平方前面的系数 如果X平方前面的系数是 正值的话 他就会是一个positive的人 然后就很开心笑脸 如果是X平方前面的系数是负值的话 他就是一个negative的人 每次带着酷脸 好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答案应该是Donkey OK X等于0 但是我带X等于0 的话 他必须要cut负 真的呢 我的Y等于0 我的X等于0 我会要cut7的这个point 我是不是看错了 哦不是不是不是答案不是Donkey Sorry啊 还是我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做 OK OK 我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知道Y等于0 到底cut哪一个point 好像比较难学 难上 对不对 因为还没有学过 但是这一边我先讲解几个你可以看到的东西 第一个呢 就是X带0的话呢 Y Y的值就是Y结局 换句话呢 这个其实是Y结局 对不对 X带0进去呢 这个就是你的Y结局 过后呢 这个X平方前面的系数刚才讲了 如果是正的话呢 它是笑脸的 如果负呢 它是酷脸的 所以我基于这两个情况 我可以看得出来 酷脸的都错 笑脸的话 然后Y结局是7的话 肯定Donkey不是结的 所以要码就是1 要码就是C OK 所以但是这里其实是经过负3负2 这个是3负2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3负2给带进去 看一下它是不是符合的 这个应该是写错 应该是负3负2 那你就看到 这个如果是3的话 3的平方 减63 再加7 对吗 这个是339 6318 9减18 就会得到负9 负9加2呢 就会得到负2 所以如果带3的话呢 负2呢 是追的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1 这样子来做了 OK 不知道是谁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题目都解完 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第四题 我们Y等于2X减X平方加3 所以这个3是Y结局 我们单凭这个资讯 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好像是1了 答案好像是1了 好像是Cut3 03的好像只有他 对吗 Cut03的好像只有他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前面X平方前面的西数是负的话 就代表还是酷脸 所以单单酷脸 我们就知道A和B是错的 然后还有的就是要Cut03 我们就知道答案是1 OK 非常好 我先看下看下用这两个资讯能不能够把所有的提解完 OK B第五应该还没有上 Y等于X加3 X减2 好吧 那我要找Y轴上的点 Y轴上X等于0 也就是说如果我X带0进去 它就会得到3乘2 对吗 所以它的这个B点呢 我们可以讲它这个算是B点 这个B点的话呢 它应该就会是-6 OK 因为它是Y结局 X等于已经X带0进去了 所以X等于0 Y等于-6 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是1 对吗 哦 你看 也是找到 OK 所以看来这招还蛮好用的 第六题 Y等于C减X平方 第一 它是酷脸 第二 它的C呢 就会是Y结局 所以在这边 我可以看得出来C必须要是9 C必须要是9 所以如果带C等于9的话 请问A0 如果带A0的话 A会是多少 C带放9 再放A0 就是X是A C是9 Y是0 这个怎样简呢 我们把简拉过去变加 我们把A呢 开根号 把这个平方 拉过去就会变成根号 9开根号呢 刚好是3 其实它是正负3 开根号会有正负3 所以因为它的这个A呢 是在左边的 所以它应该是那个负3 而不是正3 所以这点答案是1 OK 答案是1 可以吗 所以如果那个X平方的这个 你还不是很会掌握的话 没关系 因为这个应该是迟些 我们会再继续上的 因为还有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就讨论多一下 让你们懂得更多 我们明年呢 就会有一元 我们叫一元二次方程式 你就会更加知道说 这种图形 要怎样处理 要怎样去分析 这样子 第七题 我有Y等于AX平方 加BX加C 请问A A加B加C等于多少 如果我要A加B加C 我的X是不是带E 这题有点tricky 我的方法是这样 我看图 我看图 我要A加B加C 我正好我的X呢 就是放E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图里面 我在图里面 我偷偷的 我在画 E往下拉 这个图其实还蛮准的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等于负6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我直接圈A了 OK 我基本上 我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我的X等于E 我就会得到 A加B加C呢 就会等于Y 所以从图里面 我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等于负6 这个有点 小技巧 把这个负6呢 给找出来 给负6 答案是A 我们对一下答案 对一下答案 第七题A 对 第六题E 也对 第五题E 也对 第四题E 第三题 A-2 我没有圈到 是不是E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题是C 还有第一题是东西 第三题是不是E 第三题也是E 第三题也是E OK 函数的写法 这个还没有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也没有很难 我先讲解一下 只是说它那个写法 可能你还没有习惯 就函数的意思呢 就是说它的 它是函数的意思 就是说它的 它可以这样子写FX OK 等于 然后它把X 影射去这个X平方 减7X加10 换句话 它其实就是说 我的Y等于X平方 减7X加10 差不多这样子的意思 如果它要找F-1的话 意思是说 它的X带负1 它的X放负1进去 X放负1进去 这样子的意思 负1的平方 就会得到1 负负就会得真 然后呢 这里就会得到7 所以是1加7加10 就会得到18 就这么简单 OK 那它要F0 减F3呢 一样的 我带0进去呢 其实带0很容易 0 0的话呢 就应该是10 带3就会比较难一点 所以你可以呢 另外再计算 讲讲呢 就是说我们放0 F0等于10 这个很简单 不用 不需要计算 F3的话呢 就是3的平方 减7乘3 再加10 我们就有339 7321 再加10 就会得到19减 减21 好像是等于负2 所以呢 这个F0减F3来讲呢 就会是等于10 减负2 也就是12 OK 所以第一题的 基本上呢 就是这两个答案了 如果还不理解 好像很太难 没关系 我们先放着 OK 那第二题来讲呢 是要做因子分解的 这题我们不做了 我们不做了 这是我很确认的 这个是超出 我们目前的范围了 这个不做了 这个不做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 可以吗 可以不可以做到 第三题 第三题要分别找 ABC的这三个点 我们知道我的C点 要怎样找呢 就是带X等于0 我的X等于0 带进去的话呢 Y等于X平方减1 这个Y就会是等于负1 对吧 这个就是蛮简单的 所以C点的话呢 就是0负1 这个简单 那至于A点的话呢 A跟B点其实就是X轴上嘛 X轴上Y等于0 如果我把Y等于0给放进去的话呢 就会得到0是等于X平方减1 这个你们还会解吧 这个还可以 把负1拉过去 把负1拉过去 就会得到X平方减1 我们再开根号的话呢 就会得到正负1 正负1 所以呢 这个A点呢 会是负10 那B点呢 就会是10 OK 就是一个正一个负 其中一个是A 其中一个是B A的在左边就明显是负嘛 B的在右边又明显是正 所以这个三个坐标呢 就是这样子来找的 OK 这个还可以啊 OK 我们再看一下第四题 好像也是一样的情况 我们的A点 我写一下 Y等于1减4X平方 我们的A点呢 我们就带X等于0 我们就会得到Y等于1 所以我的A点呢 就是01 OK 然后呢 我再带Y等于0 就会得到01-4X平方 减的拉过去 再把4拉过去除 再把平方拉过去就开根号了 因为22得4嘛 就是变成了1分之1开根号 4分之1开根号就会得到1分之1 也就是说我同时呢 可以找到B和C的点 B在右边所以是正的 2分之1 0 还有C在左边就是负2分之1 0 所以你可以看到第3跟第4题呢 它的做法是类似的 做法类似提醒也很多意思 alright 好 那我们最后一题 解完的话呢 我可能提早放一下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那我们下个礼拜呢 我们会讨论这个中华的历届题 我会放在Genport那边 OK 等下我再给你们看一下 好 这一题它给你Y等于AX平方加BX加2 所以我们在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的点是有经过02 但是你X带0 Y带2好像找不到A或者B 那怎么办呢 我是需要找另外一个点吗 对不对 还有经过的26的这个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讲 Y轴上的这个 如果你看得出来 它其实应该是负2分之1 你看一下 应该是在正中间嘛 当然也未必一定要找这个点 我们除了找这个 这个点是26以外 我要找另外一个比较可以读到的点 我好像可以读到这个42 对吗 我好像读到42 所以我们可以带这两个点 再进行连利应该就可以找到A和B了 所以跟我们的直线方程式也是类似的 我们只是要把这个图里面的可以读到的一些整数的点 我们套进去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A跟B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的Y带6 我的A带2 我们sorry 我的X带2 224 就会得到4A加2B 再加2 当然我们先整理一下 就是得到4A加2B 4等于6-2得到4 我们再除以2呢 就会得到2A加B等于2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方程 再来另外一个方程 我带42进去 所以也是Y带2 我的X带4 44省6 这个就会得到4B 再加2 这个2跟2去掉 然后我再除以4 就会得到4A加B等于0 这是第二个方程 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进行连利 2-1 就会得到2A等于负2 我们的A呢 其实是等于负1 过后呢 我们再带进去1号 负2加B等于2 B就会就是等于4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两个点了 第五题 解决了 OK 对下答案 我们的A是负1 B是4 OK B是4 可以了 OK 然后C跟B的点 还有A的点 OK 这是第四题 第三题是 A的负1-10 A的点负1-10 B的点负1-10 然后C的点负0-1 还有第二题我跳掉了是吧 我跟你讲说 好像超出范围了 我们不找了 然后呢这个是2 第一题是12还有18 OK OK 那我们就正数的结束掉这张 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讲一下下个礼拜我们将会做什么东西 下个礼拜我会给你们Genboard的那个题目 好来我们看一下 So 我们会做 应该可以做到这个数学1和数学2 MATS我就先放着 那你们可以先试下进去 我会下个礼拜我会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 chat这一边 然后你们顺着做从第一个 第一个先做 然后可以用电脑 如果你可以用电脑的话 表演一下 如果你用电脑的Google Chrome 你可以先去install这个plugin 我先给你 install这个plugin 这个plugin是什么用的呢 我们看一下 So 我已经 我在这边呢 就写了名字的 OK 所以你们下个礼拜一进来 你们就开始做 然后我就会改 然后我就会指点你们 错哪里啊等等的 OK 如果你是有笔的 如果你是tablet有笔 你直接可以在这上面写 0.134 换成百分率 可能就是乘100% 还是怎样啦 然后得到你的答案 当然如果你讲说老师 我用电脑啊 没有笔啊 会比较难写啊 那我可以不可以用打字的 你可以用这个 好像不是用这个 好像是文本框 你可以打字 但是你就会想 哎呀老师三右二分之一 三右什么 这个分数打不到 对不对 啊 所以就需要用这个 如果你 install了刚才的那个 我叫你install的 你可以用 啊 他就爆出来 你按 equation editor 他可以帮你打到那个分数 OK 比如说 1除 33 然后你再把 前面带多一个分 啊 然后 八仙 换成最减分数 OK 就会得到最减分数是这样 我也忘记讲说 换成最减分数 等等啊 好像是把它变成 啊 3乘33 得到99 再加1 就是100 啊 然后 然后八仙呢 好像是在下面变成 两个零 过后呢 就会得到 啊 三十三分之一 啊 然后你怎样把这个答案放进去呢 你就copy image OK 然后呢 在这里再paste paste不到的话 你就按ctrl v 他就会点点点 啊 出来了 啊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了 OK 所以我希望说 大家参与 下个礼拜的这个活动 然后 啊 我啊 这个是中华的那个历届题 2019的历届题 OK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做吗 嗯 最好不要了 我我我到时候会给时间 你呃 因为你们常常不教功课 我也不知道你们吸收到多少 OK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刷题 啊 就用gen board的方式 OK 你们先熟练一下 怎样写答案进来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